原来母爱是不分不种的 这天 成功正专心的坐着吃竹子 突然听到游客在讨论自己的孩子 便立马放下竹子瞪大眼睛细听 一脸迫不及待地希望游客 能够多说一点孩子的消息 在听到自己的孩子过得很好时 公妈才放心地吃起了手中的竹子 而当游客故意播放花花着急的声音时 原本开心吃竹子的公妈听到后 立刻放下竹子 焦急地四处寻找 在找不到花花的那一瞬间 独自趴在架子上委屈巴巴 还发出了呜呜的叫声 明明听到了孩子的叫声 但就是找不到孩子的无处感 可是她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会突然弄丢了自己的孩子 要知道 公妈在生下了荷花荷叶梁小枝时 已经是大龄产妇了 工作人员怕公妈体力不值 所以在宰宰很小的时候 便交给了陈元润女士来带 公妈被迫与梁小枝分离 可即便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但公妈心里却一直在牵挂着自己的孩子 全剧中啊 不过天涯西风或日落的意思是 谢谢你出现 不过心头 时间的爱很尽重